腾讯体育7月29日 1.0995一和巴萨1.079亿 英朝中由球队西汉姆9500万入围前十 今下 尤文图斯一共引进了七位球员 除了埃姆雷战 由利物普自由转汇而来 其余6人身价均不菲 C罗1.17亿欧元由黄马转汇而来 凯赛洛4040万来自巴伦西亚 到格拉斯科斯塔 此千万从百元买断 佩利1200万由热奈亚而来 法维利750万由埃斯科利转头而来 马基纳尼500万由佩鲁甲转汇而来 利物普虽然没有一级引员 但同样有创纪录引员 阿里森6250万欧元 由罗马转汇而来 刷新了门将转汇费记录 另外 纳比开塔6000万欧元 由莱比西尔比转汇而来 法比尼奥4500万欧元 由摩内哥转头红军 沙奇里1470万欧元 由英差降级对斯托克城转战 阿菲尔德 PSG的下影子简单得多 不逢从油文自由转汇而来 买段姆巴配置付给摩内哥 1.35亿欧元 罗马卖掉阿里森后 受伤有充足的引员资金 客工大四采购 2470万从PSG买来帕斯托雷 1725万从阿加克斯 买来小克鲁伊维特 1500万从沙索罗 引进德夫雷尔 950万从国民买来桑顿 900万从方普多利亚 买来斯切克 850万从哥本哈根 买来瑞典国门罗比奥尔森 600万分别敲定比亚达和克利奇 虽然没有重金引进一人 但经济划算交易足够支撑球队了 八方方面的引员也相对较少 3100万从哥雷米奥买来哈维提山埃图尔 3590万欧元 从塞维利亚买来法国中未来格莱特 4100万欧元结胡罗马 千夏布尔多边峰 马尔科姆 黄马交易也不多 4500万从弗拉门哥买来新内马尔雷尼修斯 3000万从皇家社会买下西班牙新右炸奥德利尔索拉 850万从索尔亚买来门将不明 400万从法兰克福买来马斯卡雷尔 175万从奥巴苏纳买来中厂托罗 令人吃惊的是 截至目前支出榜台第八的 竟然是英超中流队新汉摩 他们的开支不小 3800万从拉奇奥买来巴西菲伊安德森 2500万从陀卢兹买来法国中尉伊萨迪奥普 2000万从多特蒙德买来亚尔莫连科 800万从斯旺西买来波兰门将巴比安斯基 400万从科林蒂安先向26岁中尉巴尔布埃娜 另外 他们还凌驾得到富勒姆又易弗雷德里克斯 从阿森纳林甲签下维尔希尔 值得关注的是 一甲 英超 宝甲和西角净旅瓜分了榜代前十 前十没有的甲球会的身影 甚至前二十都没有 支出最多大的甲球会 是排在第21的多特蒙德 他们今下支出了5300万欧元 2800万用于引进法国中尉迪亚洛 2000万从布莱梅引进丹麦扣腰德莱尼 500万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沃尔夫 百人今下只花了1000万欧元 排在榜代第九十七 他们只引进了一位加拿大边缝阿发所在维斯 牛牛非安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